就是很多孩子现在说 爸爸妈妈我肯定不考工 但我说实话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他不考工是因为 他不知道公务员有多香 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近几只当公务员 香不香 其实不用多说 看看最近几年公务员 报好热度就知道了 现在你看有很多 比如说996呀 加班呀 而且自己他这块 叫不贵一块嘛 然后我想找一个 轻松又稳定一点的工作 福利待遇也好一点的 所以说以后也不想 就是频繁的跳槽跟加班 所以就比较倾向于 考虑公务员这一块 考公务员比较稳定 然后其实待遇啥的也挺好 主要是父母这边 挺希望我考公务员的 女孩子嘛 考个公务员也比较稳定 然后呢 薪资福利待遇啊 各方面也都比较好 现在工作会不太稳定 然后家里面也一直 比较要求 让我参加国考 然后公务员工作会比较稳定 有些地方福利也挺好的 曾经有个小A同学 毕业后拿了BAT的SP offer 起薪年包40架 在互联网单的两年后 受不了加班强度 怒而辞职考工 一波上岸珠三角某式直属单位 在他看来 上岸后的工作 生活 跟之前比起来 简直就是美滋滋 先说工作方面 一 工作作息 每天早上9点上班 中午不到12点就去吃午饭 然后中午午休到2点起来 开开会写写材料 到6点下班 直接闪人回家 在体制内 只要不想进步 没人能逼你加班 做份内的事就行 周末都正常双休 可以不管任何工作上的事 除了领导 谁在周末打工做电话 绝对拒接 相比起来 之前在互联网的时候 晚上10点下班回家 是家常便饭 周末还要处理现状问题 出门都得带着笔记本电脑 不胜其分 二 工作内容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无非就是写写材料PPT 做做Excel 打打电话 开开会 所以公务员考试的行测 只考初中知识是有道理的 因为公务员的基础工作 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可以上任的 现在考工比较卷了 动不动要求研究生 博士生 以前公务员工作 很多都是大专 本科做的 这些人很多现在都成了领导 相比起来 之前在互联网的时候 动不动做PPT 做数据分析 画原形图 虽然也不难 但强度和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三 工作考核 公务员如果干得好 年度可能会给你的优秀 但给的优秀也不会多给你发钱 主要是个口头荣誉 总体考核偏行实话 因此大家不会太去卷这个绩效 相比起来 之前在互联网 考核成绩好的人 与考核成绩差的人 年终奖可能会差好几倍 这谁能忍住不去卷 说到卷 小A说她的发小在混金融圈 年收入是她两三倍 但工作量比她多不止七八倍 同事们一个个都是卷王 每天凌晨四点下班是家常面饭 每个人都想着考工上岸 因为前面第三点所说的原因 大家普遍不觉 所以同事之间也不是什么竞争关系 平时相处都比较和谐 同批进来的年轻同志 周末也会组团一块去聚餐 爬山 玩桌游等 新同志被受老人们照顾 一进来大家就抢了 帮单身同志介绍对象 大厂是单身优秀女性多 几个同批进来的单身男同事 基本都在体制内 找到了高学历的对象 或者傻白天的本地土著 一些家境优渥的土豪同事 还会动不动请吃了大餐 改善伙食 相比之前 一个晋升或裁员名额 都可以让两个昨天还一起吃饭的人 形同路人 再看看生活方面 一 福利待遇 公务员的收入肯定比不上互联网 他现在的年收入 远不及他工作第一年的收入 但公务员有不少福利 可以大大的为他省钱 比如餐食方面 食堂每天都有三餐 虽然不是啥大餐 但都是自住 放外面一顿应该也得卖个几十块钱 再是住宿方面 在他入职半年以后 排到了单位的供租房 大概见面四十平米的仪式厅 月租七百 一个人也够住了 他的同事运气好 排到了七十平两房 还是全新装修 租金只要一千 这要是在外面租房 起码五千几 以后结了婚 生了吧 还可以申请一百平米的大三房 一个月也就一千五百左右租金 可以住到退休 最好福利方面 逢年过节 单位会发一些超市卡或者迷连用 金额基本都是大吉百上千 周末偶尔做做饭 根本用不完 所以公务员收入虽然低 但胜在省钱 赚到手的基本都能存下来 相比起来 他之前在互联网时 每天吃饭花个百八十 一个月就得两三千 住宿一个月花去三千多 还不是什么仪式厅 就是个带赌位的十几瓶小单间 这一下子一个月就花去五六千 一来一回 这笔钱算不算赚的呢 关键是还不交税 工作日每天晚上六点以后 都是自由时间 平时上班时间有什么事 给领导打个招呼 出门办事也不用特地走流伤请假 另外除了国家法定的周末 节假日外 公务员还有很多神奇的假期 这个探亲假最无敌 异地未婚公务员 每年享受二十天探亲假 省外的算上路途最多二十四千 这他们跟春节放一起 不就是个久违的寒假吗 相比之前打工时 每年只有可怜的七千年假 休年假的时候 还时不时收到公司群里的消息 二找对象 不知道为什么 公务员在相亲市场上 就是很有优势 好多原本找不到对象的单身同事 一进体制内纷纷脱单了 他个人也是 熏熏觅觅多年 进了体制内以后 终于找到了各方面都不错的对象 双向奔赴 还带着家长 对象家长对他也是非常满意 这要放以前 一是根本没时间找对象 二是别人一听他在互联网 都会问一句 三十五岁以后会不会被裁 还要戴的是不是假发 不过总有人说 基层公务员多么多么苦 钱多么多么少 这些都没错 不同省份地势 不同层级 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工作之间 肯定是大相敬情的 而像他这样的待遇还可以 工作不类的岗位 资源是竞争最激烈 分数最高的那些 只有先卷赢 所有人才能迎来曙光 看别人当公务员这么香 是不是有点蠢蠢欲动了 不要急 公务员也是挑人的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公务员呢 一 家里有关系有人慢 如果父母或亲戚是公务员的 而且还有一定权利和职位 那挺适合 因为这些人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少攀一些错 甚至在关键时刻能推上你一把 二 有情怀有追求的 如果你从小就有加过情怀的话 公务员队伍里边也很需要你这样的人 但是想在体制内做实事 并没有那么容易 面对名合理的诱惑 你确定不会动摇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就是奔得这个去的 只能祝福你前途无量 三 无欲无求 追求安稳 公务员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职业了 大多数岗外每天朝九晚五 工作压力也不大 平时不算太忙 节假日有保障 请假容易 能照顾家庭 还能有业余时间 满点自我爱好 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失业 如果你是对金钱没有很大欲望的人 公务员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四 高情商 从小就是个射牛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种人很适合做公务员 特别是在学校期间 左右逢源 上下通达的学生干部 干公务员也算是一脉相承 五 性格沉稳 忍耐力超强 公务员的工作 其实就是服从领导的安排 执行上级的决定 当然还可能随时被领导骂 写点文字材料 也是日复一日 机械重复 想往上爬 这一切都得忍 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当公务员 一 想发财的 入了体制之后 如果不为反胃剂 就不要想着发财的条路了 靠着公务员的合法收入 永远发不了财 既想当公务员 又想发财 那就要看出乐事 是不是有人给你兜得住 啊 我行我素 个性极其鲜明的人 如果你很有自己的个性 可能也不太适合待在体制内 比如喜欢穿着很潮的衣服 留着另外的发型 甚至纹身还露在外面 这在现在看来很正常 但在那个保守的体制内 领导同事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 公务员的工作相对单调 枯燥 死板 这与鲜明的个性往往都是非常冲突的 三 技术性人才 公务员这行 想要靠技术吃饭 在体制内占有一席之地 还是太难了 不是不需要技术性人才 而是需要较高技术含量的岗位不多 大部分正是编制的公务员 是不需要做技术活的 因为有外派和临时工 高技术的活都是外包出去的 最后说下地位 在中国 官老爷父母官这些封建教法 目前还保留着 说明公务员在社会职位分工中 还是高人义等的存在 所以你说它相不相呢 不需要较高人 再次查看 我们下期再见